大家好 过两天准备去New Jersey 一个叫Manesequin Inley的地方钓鱼 那么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去过 那么如何用最简单 最快的办法 来了解当地的情况 找到那些可能的 那个钓鱼的钓点呢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收集那些资料 如何做出判断 那么是如何选择 那种可能possible的最佳调理 那么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 我们来到那个Google Earth 把我们想要找的那个地址打进去以后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地方的那个钓帽 就是一个鸟看图 看得非常清楚 什么地方可能可以钓鱼 什么地方可以停车子 那么有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找到那个 看看什么地方有结构 什么地方有一些那个 地形有变化的地方 那么对于钓鱼来说是相当重要 那么这个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到 不光是现在那个情况 还可以看到它曾经的那个图片 那样在图片里边呢 我们也许能够找到我们想要知道的更多的 information 这个是18年的 那我们可以往前看一看 这张图 这张图上也可以有一个比较interest的东西可以看得到 这边这个看上去是像在长潮 这个这个地方有一个有一个波浪的那个浪破碎的那个地方 有这么一个形状出现 那往往这种就暗示着就是底下那个有一些结构 底下有一些 嗯 底形的变化会导致它一些水上有一些整个波浪的破碎 那么其他我们再看看有什么别的图没有 这是16年的 这好像也是在长潮的样子 这个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是13年 OK那这个图上又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似乎是有一些结构在这上面 你看这个地形有一些变化 这个图片 这是个航道 看上去比较深的 这个地方有个比较浅 那么如果 嗯 要钓鱼的话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 水位变化比较多的地方 也许可以钓到比较多的鱼 那像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一种潜在的信息 在这里我还是在抽几分钟时间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怎么读这个海边 读这个海浪 这里面其实还挺有学问的 先给大家讲那个结果 然后 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样 这是一个这个鹰类上面 这是一个沙滩 如果你在沙滩上钓鱼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 这是波浪 这个是浪 就是浪到了 船过来以后 到这个地方破碎了 这个地方破碎了 但中间有这么一块 它没有破碎 这个地方 就是 如果你在岸边钓鱼的话 这个就是你想要找的地方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深的地方 是一个deep的那个 这个浪上来 水流从这边倒回过去 这边浪上来 有多余的水流从来倒回过去 这个地方必定是一个深坑 这个地方都是浅的 有白浪出来以后 就是说明水浅 如果这边没有白浪 那就说明这个地方水深 什么道理呢 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那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刚才我说那个地方就肯定是个深坑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 假定这个是一个海底 这是我们的海水 那么波浪呢 其实就是一种能量 它从这边往岸边传过来 如果你的水深没有变化的话呢 它上面是均匀的 你想象一下大海当中 如果一条船开过来 它的波浪就这么平平稳稳的过来 所以它的能量呢 就在这么多的水域里边 在平均的往外推 在往外传过来 那么到了这个地方 水突然变浅了 变浅了以后呢 它本来能量分布在这么大的一块地方 然后突然把能量缩小的很小的部位以后呢 它的能量就爆发了 上面就形成了那个浪的破碎 所以我们如果在沙滩上 看到那个远处的海都是很平 就是看上去比较平静 没有破碎的浪 到了岸边的时候呢 突然它就会就是变成了浪花 道理就是这个底下的水突然变浅了 那么这个也就是刚才我讲的 如果你看到这个沙滩上 这边有波浪破碎 右边也有波浪破碎 中间有这么一块没有破碎 为什么没有破碎 那中间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还是很深 还是非常deep 那这个地方呢 往往如果边上都是高的 中间有个小深坑的话 那如果你在沙滩上钓鱼的话 那肯定就是一个鱼窝 那么除了刚刚的那个 Google Earth 以外呢 我们这个Google image 也是非常直接的告诉我们 人家曾经钓到的鱼 怎么样钓的鱼 那么这些image上面 可以看到它们在这个上面 钓到了这个蛮大的bluefish 那么有些什么样的鱼种 这是Flander 这个 这个 它们一般的用着什么样的设备 就是给你一个非常直觉的直观的概念 那么有的时候呢 你分析一些图片呢 你可以知道它大概在什么地方在钓鱼 那么这张图就非常典型了 这张图大家可以看 它的右手边上是大海 那么它 它必须在这条大坝上面 右边才是大海 那么它站在那个沙滩和石头的那个地方 有个前面有个坝 那obviously 那这个图片 它是在这个角落拍的 那个照片 大家能不能想象得出来 那这个位置就是这两个人的钓鱼的地方 这个看上去也是很不错的地方 这个结构有点变化 这边有很多石头 这边又变成那个锤子的堤坝了 那这边自然就是有一些结构上的变化 包括这个也是有结构变化 那这个显然是一个结构非常大的变化 那可能也是一个蛮好的掉点 那从这些图上也就告诉了我们 就说人家在什么地方掉 你再分析一下看看 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掉点 那么像其他很多很多照片 你可以看到那边的房子在什么地方 或者它的停车在什么地方 你可以相应的在这个Google Earth的那个图上 就是定点找到他们那些照片拍摄的位置 你不是很确切 但你可以知道大概它是在左边那个题 还是在右边那个题 这些information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去过 这些就像我们看到人家在钓鱼一样的 所以就是可以让我们少做很多弯路 当然了你还会check一下那个YouTube video 看看人家post那个video 在上面钓到鱼的那些场景 再分析一下它可能在什么地方钓的鱼 这样的话我们就做到尽管没去过 但心里面就有八九不离十的那个概念 大部分人在什么地方钓鱼 他们在什么地方钓到了什么样的 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钓鱼的话 你必须看一看当地的那个鱼的 钓鱼的那个路纹的regulation 再一个就是钓鱼的那个license 那个执照 那么像这种information也非常重要 避免钓鱼的时候 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接下来那个就是我们要 当然刚才看到了图片 那么每个季节有不同的鱼 要看看现在在那个地方到底有什么鱼 那我们就check一下当地的那个鱼情的report 我这里找到了一份这个好像还是蛮有用的那个信息 这个是6月20号 也就是一两天前的那个report 它上面讲了一下那个 那就是说明现在目前有条文鲁鱼 蓝鱼还有就是那个flander 比目鱼 那么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research 也花不了很多时间 那么是我们这次就是假如要去的话呢 我们心里就会比较有底 心里有素 对我们这个钓鱼的chip的成功率呢 也就会提高很多 因为我们知道要带什么样的鱼根 什么样的鱼儿来钓什么样的鱼 那么这些就是我做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准备工作 那么希望将来有朋友们如果也要去一个新的地方钓鱼的话呢 可以做一些参考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过几天呢 在那个New Jersey呢 再给大家做视频 看看结果怎么样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